佛山DRG昨天晚上的表现确实有点对不起粉丝 我们来听一下那位DRG粉丝的发言 我希望AG成为第一个被佛妇从圣泽属第一轮打下去的队伍 我们这个话你看眼浅一概 非常的自信啊 这样的铁粉谁能不爱呢 其实DRG昨天晚上好几次都是有机会吃下AG的 比赛都达到27分钟了 但就是唱那么一口气 好几次都是在关键时刻被AG反扑了回去 AG昨天晚上有没有失误呢 其实也有 但他们遇到问题可以很快的做出调整 接下来我们来复盘一下双方的第三局 一共熬战了将近30分钟 我们先说阵容方面 AG拿出了Gin这个英雄 而DRG搞了一个中代大桥 DRG阵容是没有可以限制Gin的英雄的 虽然说Gin目前的强度不算特别高 但依旧是AG的一个吃分点 面对没有强空技能的DRG Gin这局是比较好发挥的 赢了MVP基本上也是Gin的 很难给到一路 因为想象这局输出不是很好打 没有太多的操作空间 AG前G强度绝对是够的 中复站好了右边的核道视野 终于有进红区的想法 象象一个翻滚 应该是探到了红区草丛有人 这个时候发现 钥匙红开的 那么终于进不去了 那就正常刷蓝 这时候就不需要卡斩杀线了 直接交承接 找用找CD嘛 对面中复府全部露了视野 不用担心蓝会被强掉 好蓝区刷完了 双方在下路打了一波 孟兰的迪伦杰对线打出优势后 打算反小鸟 可随后伊诺支援了下去 然后配合猫咪的闪线 前期二打三杀掉了孟兰的迪伦杰 这波孟兰电机是没坐上的 还交了闪线 这波较量 A级的射手和中台配合得非常完美 第二季吃的亏 虽然说牛膜二散止损了 但还是有点亏 第二季的问题 其实大部分 还是出现在孟兰身上 孟兰真的要多注意一下 自己的阵防率的问题 前期太容易死了 终于刷完了红区 但没有惩戒了 所以面对这个赤甲 终于反不下来 而且已经被包围了 这波肯定是不能打的 牛膜顶不下 大桥再放个小技能 血量就已经下了一半 没有操作空间 这里反映出 DRG阵容一个什么问题 那就是没有强控 劲就算被包围了 但只要他想走 DRG留不住 撤退的时候 用分身吃金剂合理 上路对线 A级是占优势的 因为知道钥匙红开的 所以终于有机会去反小野 打个时间差 这个时候 要还在刷山猪呢 刷完之后 再回去吃自家的野区 这局终于肯定是比较好打的 所以不着急去操作 把经济刷上来后 慢慢的秀 有的是机会 其实DRG知道 近交了承接 但他们可以进攻南区吗 他们不可以 因为他们的阵容 不具备前期入侵的能力 看这波刷双野的方式 大家可以学一下 我是很少见到有镜 这样刷双野的 抵抗鞋也出了 这样就更不怕 对面的一些小控制了 这局在节奏上 静和药的频率是差不多的 都是一样的刷完野区就转中线 但AG这波起了杀心 静先露视野 把药赶出去 然后张飞卡了一个视野盲区 药不知道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瞬间就吃到了张飞的大招 静和猫咪立马跟输出 药当场被秒 这一波击杀 明显就是有预谋的 药是一个比较难秒的刺客 他都算一个战士了 这个打也是比较弱的 但这一次却被瞬间击杀掉 AG这波配合是非常好的 然后就是正常的反小野 但药的阵亡不算很严重 因为不是buff刷新的时间 所以AG控不了他的野区 接着是暴君的团战 AG这波亏在哪里呢 是静的输出上 刚入场的时候 吃到了牛魔的二技能 然后又被击飞了一下 几个连控下去 这就导致终于的镜像没有刷新 他只能靠大招去刷新技能 这波连招伤害是没有打满的 所以没办法限制药的输出 最后打了个三换二 龙也没拿到 中益的止损方案是立马去红区偷小鸟 然后过上路兵线 继续抢时间差 回去的时候 再反三猪 虽然说刚才团战有点亏 但近的经济没有受到影响 好 其实中益接下来的操作是很大胆的 他还是想利用红区来做文章 然后继续过上线 敌人杰一开始在草里蹲好了 但敌人杰的平安暴露的视野 他在叠被动 结果被中益看到 所以黄牌没有中 中益知道里面有大招 所以继续抓敌人杰 往他脸上走 这波打出了敌人杰的闪现 说实话 刚才路过黄牌中了 配合牛魔的二闪顶 说不定中益就没了 但接下来 第二阶的团战打得也很不错 因为近没大招了 他们很快就打了路青 也就是这一波乱A级吃的亏 但近很会利用视野 他卡进了草丛 注意看位置 他是往外面站的 他猜到了敌人杰 肯定会用异性的探草 果然 孟兰简单的探了一下 就以为没人了 结果被人家杀掉 这波怎么说呢 我觉得孟兰的走位各方面 其实是非常的不严谨的 近刚才撤队的视野 他肯定是知道的 就算猜不到这个草丛 也可能会是下一个草丛 孟兰太多的走位 是响当然的 所以阵亡率才会这么高 然后下路青完了 注意看张飞的视野 他卡住了河道草丛的位置 先减速 然后近直接出手 秒掉了大桥 要反了红 想要撤退 A级肯定不会给你机会的 要基本上是必死的 但第二阶的曹操 利用兵线传送 空降了过来 终于这波被曹操秒了 严谋先手进场 二技能直接接中船长 船长伤害很高 三技能打 弹了要 大小姐一技能 调整下位置 大小姐被带走 曹操拿下三杀 而且曹操这波还拿下了三杀 说实话 第二阶昨天发挥最亮眼的 就是他们的编路了 小杜真的是尽力了 这局比赛 如果没有小杜的话 我觉得第二阶是撑不到 风暴龙王的刷新的 他的好几波节奏 都断了恰到好处 阻止了A技的进一步推进 时间来了黑豹的团战 又是曹操最后抢到了龙 终于成绩差一点伤害 但团战方面 A技还是打赢了 可依旧无法进一步扩大优势 最多反应个蓝buff 因为曹操没死 下落兵线也推不进去 然后紧接着A技也失误了 这局伊诺的发挥也不算太好 河道视野的走位 一看就是贴脸探草 然后被曹操开到了 伊诺也是上头 打得完全飘了 就这样的走位 一旦出现小失误 是非常容易被开的 因为现在的辅助都会带一个行招之剑 减速范围很广 就算有闪现 赤手都很难活着走出去 双方就这样磨到了19分钟 A技身子一度出现了逆风的情况 第二季想用大龙的优势 把高地全部拆完 本身就是个大桥体系嘛 可以回家不停的补状态 打这种拆塔的团战就会很舒服 关键时刻 谁最后站出来了 是A技的张飞配合孙车的大招 张飞跳进去 然后一口老血喷出来 孙车的船立马接控制 终于也跟人输出 A技的团战画面感很足 就技能和技能之间的COMP链很完美 只要一方有机会开团 另一边马上就会跟上技能 但相反 DRG这样的画面感太少了 到最后 A技也确实依靠第二条风暴龙王 才终结了DRG 因为兵线上一直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 拆水军的时间是27分钟 现在的比赛节奏很快的 这个时长 有可能会是GF打到最久的一把比赛 至此以后 DRG下一站将会打微博 DRG和微博 到底谁能挺进下一轮呢 我们拭目以待